来关心选战一提 台中市的第二选区立委补选 民进党已经确定推出林静怡医师来参选 但是国民党这边到现在 人选还没有排版定案还没出炉 地方传闻严宽恒前立委 上个礼拜在杀戮曾经宣布过他要参选补选 但是今天上午他现身其他活动 面对镜头他只说谢谢没有做其他回应 而他的妹妹台中市副议长严利敏 也是以谢谢关心来带过 陈柏惟罢免案通过后 严宽恒首次现身媒体镜头前 有说他参选有这件事情 谢谢谢谢 不管怎么问就是谢谢谢谢 严宽恒口风很紧 对于敏感的博选议题始终不肯正面回应 就连他的妹妹严利敏也是绝口不提 谢谢关心谢谢谢谢 台中市杀戮区这场开工典礼 严家兄妹连妹出席 被安排在卢秀燕旁边的重要位置 他们也大方与在场贵宾同框合影 似乎对未来走向已有定见 其实地方上遭有传闻 严宽恒曾在上周杀戮区三路里一场里民活动中 表示将会参选 但现在不松口是时候未到吗 为什么当初罢免了陈柏惟 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办法来证明说 他们会有一个更好更认真的人选给台中第二选区的选民 获得民进党征召投入补选的林静怡 目前只有严宽恒这个假想敌 所以只好把炮火直接对着国民党 距离补选投票剩不到两个月 国民党媒体人选 严家的动向就备受瞩目 记者陈彦一王东山 台中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